很久很久以前 巨龙突然出现 带来灾难 带走的公主又消失不见 问过十分危险 时间谁最勇敢 一位拥着甘乱的山寒 我要带上最好的天 翻过最高的山 闯进黑色的森林 把公主带回大面前 过往非常高兴 忙闻她的姓名 年轻人想了想 她说陛下我叫 大拉奔巴班的 北地布多比鲁王 就说一次 大拉奔巴班的 北地布多比鲁王 全部是大拉奔巴班的 北地布多比鲁王 对对大拉奔巴班的 北地布多比鲁王 英雄大拉奔巴 骑上最快的马 带着大家的希望 从城堡里出发 战争怪兽来袭 获得十二亲笔 英雄大拉奔巴 骑上最快的马 带着大家的希望 从城堡里出发 战争怪兽来袭 获得十二亲笔 闯入一座山洞 公主和可怕举隆 英雄拔出宝剑举隆说 我是昆土古塔克的 靠座库和西拉索 再来自昆土古塔克的 靠座库和西拉索 你是不是昆土古塔克的 靠座库和西拉索 我对是昆土古塔克的 靠座库和西拉索 于是大拉奔巴巴 的贝蒂古多比鲁王 看向昆土古塔克的 靠座库和西拉索 然后昆土古塔克的 靠座库和西拉索 要了大拉奔巴巴 的贝蒂古多比鲁王 只有大拉奔巴巴 的贝蒂古多比鲁王 他掌握了 昆土古塔克的 靠座库和西拉索 掌握了公主米亚 摩拉苏那 淡座库和西拉索 回到了奔巴巴 路克六四波枯 比起巴勒床 我你说大拉奔巴巴 的贝蒂古多比鲁王 靠座库和西拉索 只有大公主米亚 摩拉苏那 淡座库和西拉索 嫁给大拉奔巴巴 的贝蒂古多比鲁王 大拉大拉奔巴 公主米亚 幸福多像个土豁 他们剩下一个孩子 也在天天渐渐 长大贵落地面 以后把当孩子 成所谎好 然他的生命是 笨蛋 要不想说一遍